真的 重車騎久了就知道 因為重車的路線是這麼安全 那不錯的這不知道在騎什麼 真的不知道兩段是左轉道也是衝來 你就是一直先就可以走了 一定要來代轉格 真的喔 你一定要會開車 會騎重車 會騎白牌計車 是最有同理心的 我腳被騎白牌了 OK 剛好 好 等逸林在處理的空檔 來 拿我們的午餐了 順便拍一間這個新的美食 好久沒騎白牌視角了 來開箱這一間 伊林在裝聖日禮物跟 後輪的那個有義營檢查 有可能是上游而已 因為重車的應該 培領要壞也很難 除了一種糟的 都在off-road 不然應該是其實是蠻難的 阿剛有檢查到鏈條有點鬆 所以來幫我處理 我們先拿便當 老闆娘還有阿姨跟他們信任我的技術 所以不管是要試乘還是 要幫忙 加油我也是都去幫忙 我覺得這是一個互相啊 像現在如果來新生輪試乘車款 我第一件事都是先去把 去交戰 把油加滿 然後試乘回來都至少有半桶以上油 然後試乘回來都至少有半桶以上油 我會說騎到最後一格才還 這是一個 人之常情 喔喔喔喔喔喔 這裡走一轉 這就不用兩段式了 應該也沒人在兩段式 嗯? 小孩就習慣會轉頭 喔終於可以大大的停進來這邊 然後就可以大方的走路間了 沒事 都沒關係啦 從路前來看白牌是真的很可憐 都被限縮在最右邊 但是 以機最方便來說 怎麼走路間跟鑽車縫還可以到前面停等格 都沒差 都沒關係 不像重車 只要車道分割跟鑽車縫就被那個 但是就要去兩段式左轉 來來就很幹 三百公尺後請回轉 離浪離漲 我看到了 有兩段式左轉 好久沒有兩段式左轉 已經都 衝擊習慣了 都不知道怎麼那個白牌怎麼轉 忘記了 哈哈 有兩段式白牌怎麼騎 都忘記怎麼騎了 Fuck 那也是要轉過來就要直行了 走錯了 真的會忘記怎麼騎 太久沒有騎得不錯了 都沒辦法怎麼走轉 因為重車都是直接走內線最快 最安全的左轉 應該是到那邊了 然後直接切過去 對了 好想到了 沒有打完網還在重車模式 所以 我等一下想一下 真的 重車騎久 因為重車的路線是這麼安全 那北白的這不知道怎麼在 不知道在 不知道在騎什麼 這個不知道在騎什麼 真的不知道這個 兩段式左轉道也是這個衝來 就是一直先就可以走了 一定要來那個代轉格 想到以前Fighter 6的時候 那時候簽性高手跟Fighter 6 基本人讀大學的時候 真的是騎性高手一二五 沒有騎過重車 就一路騎 一直騎 以為這是最安全的 白牌這樣 以為這樣機車騎是最安全 結果靠 然後回來騎重車才發現 回來台灣以後 簽Fighter 6也是以為這樣 上班這樣兩段左轉啊 機車停等格是最安全的 走平面道路 啊誰知道 換了重車以後才知道 跟開車一樣 就是最安全的路線 瞬間就回來了 真的喔 你一定要有 會開車 會騎重車 會騎白牌機車 是最有同理心的 會對所有車輛都很有同理心啊 也會互相力量 就不會去做什麼 惡一逼車的行為 我以前騎開車的時候 重車上 有看到重車上快速公路國道 還是白牌上快速公路國道 我就不會去藍人家 就奇怪為什麼你們都要藍人家 為什麼都要去逼人家藍人家咧 我就不會做這種事情 到了 是這裡要左轉嗎 前面右轉 國公路 入口都小心了 從紅黃牌路全西到白牌路全以後發現 那一看 怎麼路邊百慕達三角洲 你找不到目的地 找到了 耳肉的一道 真的 拿便當 還是你要有機車廳等格 走路間 車道分割 都是白牌最方便 真的 但是你要完整的安全路全 要到外縣市還是上班什麼 還是重車高架路全 這邊都會拔 那是這間 殺路了 這邊有一個 唉唷 老闆你好 可以YAMAHA便當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這樣轉工 好 謝謝 這樣是750嗎 這樣是710 因為我們 有一些些下木下金才有漲5塊 5塊 好 那715 好 715 好 好 我會殺路人啊 我會殺人 好難得 你看中美男士有一間刷得 刷得 adores 那是阿會塞褲葉嗎?應該不是吧 好 今天 因為R7已經 昨天還車了 本來想要入最純聲浪了 沒關係 那就今天來體驗一下 白牌百夢達路全 就這樣花多少時間 本來可以進行機車到重車嘛 一直線就可以左轉了 那我們現在都要走旁邊 就一路走路間吧 騎白牌你要怎麼車道分割 怎麼去走路間都不會有人管你 都習以為常 就跟重車一樣 只要 其實10年前如果開重機上國道以後 今天不管 重機怎麼車道分割啦 停等格 不管怎麼去停機車的什麼的 都習以為常 說真的啦 都習以為常 因為把所有最終路線都開了 就認命了 所有人都認命了 所有人都習以為常啦 就像現在白牌 汽車駕駛對白牌汽車的這樣 怎麼騎 他們都自己會去 不會去都不會逼你車什麼 除非你去危害得到他 不然怎麼走旁邊怎麼轉啊 這樣怎麼轉都ok 呵呵呵 阿仲澤就說你就是比照汽車啦 走到這裡了 你要記得了 兩端就是左轉就會到那個停等格 咦 這是優先道 機滿車優先道 但是到那中明南路的那個兩端式左轉格 就等對向綠燈執行 好真的忘記兩端式左轉 動機騎車駕駛不機 白白白怎麼騎 都忘記真的這個路全真的是 你要說很便利很便利啊 但是實質上是很可憐 那我還是往原線 黑套群 哇這個喔 100很難耶 這是50cc的嗎 還是125我忘記了 不感覺撥不起來 還有一把撥不去 這裡應該有個兩端式左轉 有有有有有 這裡有 兩段式左轉格 好久沒進來這一格裡面 平常都直接內側左轉就好 現在記得了 金門大學應該都 已經騎重車六七年了 七年前的那個白牌回憶 又出現了 白頭六的回憶 兩段式左轉格 路間 車道分隔 停等格什麼 都可以停 怎麼說這些全皮啊 整個全副武術都一起衝來 蛤 要去找10 剛剛現在生日禮物中好了沒 哇真的是撥不起來 撥回來 但是路全真的是 騎重一九年發現好方便 可以轉可以走 路間都沒差 停等格什麼都可以 但是你就不能走高架 唉 來 喔喔喔喔喔喔 這個粉 嘿嘿嘿 來囉 來囉 好好好 我給你看看 欸奇怪 還是在另外一帶也是 我都問一下 當宣仔頭 也不回發動就走時 本額真的害怕極了啊 哇那我說 等一下去對面的左轉格 好這次知道路了 它比較快一點 突然想懷念中車路全啊 想要等中 那這裡 北方也可以從這邊過去嗎 可以 轉頭看轉頭看喔 不管騎什麼車都 教訓班不會叫你要轉頭看的 一般都是以看後照鏡為主 所以 等到騎重車後發現死角真的很多 尤其在快速光路上的話 一定要要轉頭看 這是最重要 變換車到底要轉頭看 死角太多了 其實可以轉 其實可以轉 快到橋那邊 快到 國光 甜品的地下到那邊 等下 六轉 炸 又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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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浪 離浪 咦,到了嗎? 不是這裡 沒到還沒到,下一個入口 喔對,等下2點我那個保全那邊要開會 應該在新生輪那邊直接線上會議好了 第一邊 因為長期把他讓路前壓線縮在最右邊 人家當然就是想要左轉就直接 右轉靠左,左轉靠右,直接切過去而已 這是很正常的吧 大家看一下 你要把白排機車路前線縮這樣 在最右邊你就會造成一對三寶 這個是40啊 喔這是40 三寶就這樣來了 因為長期把他鎖在最右邊 那他要左轉怎麼辦 如果要沒辦法直接那一側進去 就是最外側直接切 就不一樣了 所以安全就是全部開放進行機車全部屠消就好 我剛剛Yamaha是不是少拿一個對不對 沒有啊 欸對,這個 喔喔不好意思 我沒抓到白癡 原來在那邊啊 謝謝你,謝謝 OK 少拿一道 沒關係 多累積那個 就開始在回憶白排路前了 然後等一下在騎重車路前 然後突然不習慣了 就這樣大型速可達 換成擋車的洗法 就是都要 一段突然間要變換一下 但是一下就適應了 他要進來是嗎 他要進來 原來少拿了 放在那邊 呵呵 小孩剛剛欸怎麼 老闆娘說有六 六百七個 剛剛只有三個便當 現在才有五十而已 喔喔喔喔 五十五十 非常不習慣的白排路前 呵呵 嗯 沒有 啊 這有沒有關係 呵呵 明明就可以走那一側 就好了 會掉到這個 還是很討厭 分心喔,這三手機了 起步兩邊都看一下 快適合瞄過 快適合瞄過 怕他回馬槍 所以趕快 從那邊人 閃避趕快過去 好喔,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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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夾到便當了 等一下該不會要開會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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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